好,这是我们第九页的旗,第二课旗的用法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先来看看现代汉语的旗 你看这里有几个句子 一些游客被困在雪中,其中一个受伤 很多参赛选手都被旗打败 第三个,每个人都有旗优点 这些都是现代汉语可能会看到的句子 第一个,旗中 旗中,这个旗你猜是什么意思 什么是旗中 你们可以用英文翻译 如果你说不出来的 什么是旗中 林天牧 你要开声音 是 你用英文说 你用英文说 什么是其中 什么再说一遍听不到 对不起 it's among them 对,one of them 对不对,among them 对,很好,好的 那么其中 第二个呢 其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对不对,这个其是他们 好,第二个 被其打败 这个其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觉得 呃,团求人 可能是呃,怎么说 pronoun 代词吗 对词 对,被他打败 对不对 被他 很好 好,第三个 每个人都有旗优点 这里的旗呢 你们觉得是什么意思 丁教义 丁教义 我在吗 丁教义不在啊 呃,魏世宏 也是他的意思吗 都有他自己的优点 对不对 也是他的优点 很好 好,那么我们 看过这些现代汉语的旗 要知道我们学习古代汉语 我们以前古代发生的事情 我们怎么知道的 我们是从现在去追溯以前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通过现代汉语 去猜一猜古代汉语的意思 好,所以旗在古代 跟这个 跟现代的用法很像啊 很类似 那么这里的旗呢 呃,他有两个主要的用法 一个是代词 一个是副词 但是呃 这两个主要用法里面 他有一些小的这个 那些比较具体的用法啊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些具体的用法 第一个旗就是表示他 刚刚在现代汉语也看过 对不对 好,我们看第一个句子 在这个在你们的第九页 的第一个句子啊 代词 一起来看 爱之欲其生 第二个这个不是恶 这个是读物 厌恶的物 讨厌的意思 物之欲其死 既欲其生 又欲其死 是或也 好,那么这是论语里面的一句话 那么孔子他说 爱之 还记得这个之 你觉得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爱之 欲 欲是欲望的欲 对不对 现在我们经常说欲望 在古代是想的意思 爱之 爱他 就想其生 这里的其呢 是他的意思 那个人 好,那么这里说的是一个 他说的是政治方面的 这个皇帝 皇帝喜欢一个人 和讨厌一个人 皇帝喜欢这个人 就让这个人生 让他活着 你们没有见过皇帝 古代的皇帝 他有很大 太大的权力了 如果他讨厌他的话 物之 讨厌这个人的话 皇帝会想怎样 欲其死 所以皇帝会怎样 想他死 所以以前 那个中国的皇帝 他高兴的时候 他就让这个人 在他的身边 他一不高兴 拉出去斩了 听得懂吗 就把那个头砍下来 不只是斩这个人 还要全家都一起要死 那是古代的 这些有些不好的皇帝 所以这句话 爱这个人就想他活着 讨厌这个人就想他死 这里其是他的意思 好吗 好 那么 孔子继续说 他说 祭欲其生 祭就是 就是那个 又又的意思 又想他生 其这里也是那个人的意思 又想这个人生 又想这个人死 是 这里的是呢 是这 在古代汉语里面 这个是经常是这的意思 这是一种迷惑 这个也呢 用在句子的最后 没有什么意思的 只是一个statement 一个陈述句 他就说 这个皇帝 既想让这个人生 又想让这个人死 哎呀 这个听起来怎么那么糊涂 这么迷惑 这么搞不清楚他的心思呢 所以这里想 想说的就是这种 这些人他们很极端的感情 极端的感情 如果想 如果喜欢他就让他生 如果讨厌他就马上让他死 一会就让他生 一会就让他死 所以论语 孔子就说 这样的做法太不好了 让人搞不清楚他的想法 他的思想 好吗 那么这是第一句话 好 所以这里的旗呢 是表示这个 他那个人 好 再看下一个句子 第二 在你们的画本第十页 第二个句子 无见其近也 未见其直也 这是论语子 子涵上面的一句话 那么子汉 对不起 子汉 那么这里他说的是 这个他的学生 颜渊 他谈的是颜渊 这个学生 他说我 你看无 无见我看到 我的这个学生 进步 一直进步 其呢 在这里也是表示他 我看到他一直进步 从未见过他 停止过 所以 这个孔子对他的学生 怎么样 满意吗 他喜欢颜渊这个学生吗 喜欢对不对 他说他 我总是看到他一直在进步 没有停止过 所以这里有两个旗 第一个旗呢 是这个 是这个他 他 然后第二个旗 也是他的意思 见其近 未见其止 好 除了他也可以 翻译成他的 他的 也是一个代词 我们看这个礼记这里 爱而知其 这里是读恶 刚刚那个是物 这里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读恶 爱而知其恶 增而知其善 这个增呢 是讨厌的意思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你爱这个人 这里少了一个人 爱这个人 爱一个人 可以说爱之 如果要加 可以加一个之 爱他 但是也知道 其恶 什么是其恶 恶是什么 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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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其恶呢 他的缺点 他的缺点 好 增呢 你讨厌他 增恨一个人的增 讨厌他 但是也知道 其善 什么是其善 他的优点 他的优点 对 好的 所以我们不管 你爱一个人也好 你欣赏一个人 或者跟这个人 交朋友也好 你很喜欢他 你很爱他 但是你也应该知道 他不好的地方 你很讨厌一个人 没关系 但是你也应该知道 也要学会去了解 他的优点 这是李济 他谈到的这句话 所以 其恶 他的缺点 其善 其他的优点 好 再看看下一个 第四个句子 这是论语的一句话 使 无余人也 听其言 而信其行 今无余人也 听其言 而观其行 我们看看 孔子说的这句话 你看 使就是一开始 一开始 一开始啊 我 于就是对于 我对于别人 听其言 就相信其行为 现在呢 今天呢 现在呢 我对于别人 我听其言 还要观 还要看 其行为 看得懂这句话吗 你对别人 你对别人 你听完他的话 你可能就相信他了 但是孔子说 以前我这样 现在不是那样了 现在我听完他说的话 我还要看看他是怎么做的 所以他这里说 所以他这里说不要随便就听别人的话 还要看看他是怎么做 观察他的行为 这个观其行 观察他的行为 好 那么这是论语里面的另外一句话 他的 然后我们再看看李记 还有一句 这句话 然后这里呢 这个其 可以有两个不同的翻译 我们来看看 其人存 则其正举 其人亡 则其正西 我们可以用到 现在这个美国的社会 你看之前是奥巴马总统 对不对 现在是特朗普总统 特朗普总统的 这个期间 他把奥巴马总统的 很多的政策 都改变了 对不对 都取消了 所以这句话 想说的就是这个 那个人 其人是那个人 第一这个其是那个 那个人在 就 则其正举 就他的政策 第二个其是他的意思 那个人在 他的政策 就实施 put into effect 实施 那个人不在 这里的王不一定是死亡 他可能是不在的意思 那个人不在了 他的政策 其政策 就吸了 就停止了 就不再进行了 好吗 那么这里他谈的是 政治的问题 所以我们经常说 改朝换代 改了一个朝代 改了一个政治的统治者 那么整个政策 就不一样了 好 那么这是李记的一句话 这里的其可以是那个 也是他的 的意思 好 那么除了这个 那个以外 也可以翻译成 那样的 这里的其 那样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句话 第六句 富与贵 你们听过富贵 富贵这个词吗 富贵之家 富贵 很有钱 但是在过去呢 富贵是两个词 一个是有钱 富 一个是贵 是高贵 have high social status 这个贵 富与贵 孔子说 是人之所欲也 看得懂吗 记得这个是 还是这 想要有钱 也想要有高的地位 这是人 这里的知是什么 我们学过了 人之所欲 你们猜 这里的知是什么 人的欲望 你们想有钱吗 想 当然想 你们想要有地位吗 也想 对不对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 一种欲望 我们都希望的 可是孔子说 不以其道 得之 不处也 不处也 那么这里 不以其道 这里的道是方法的意思 正确的方法 那么以后你们会经常看到这个道 道呢 它本来是道路 对不对 但是我们经常用这个道 表示一种方法 所以如果你不是以 不是用一种 其道 其这里是正确 那样的方法 这个其可以翻译成那样 它说的是正确的方法 如果不是用正确的方法 得到富和贵 你得知得到他这里的知是他 你得到富贵 也不能够好好相处 也不能够跟这些富和贵 不能很好地拥有他们 所以他的意思就说 我们都想要富有和高的地位 但是不要不择手段 应该用正确的方式得到 如果你用不正确的方式 不择手段地去得到这些富和贵 你即使得到他 你也会不安心的 好吗 那是孔子的话 好 那么齐 好 下面你们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翻译这个句子 这是我们课文的第七个句子 不知其子 是其有 这个是是什么 看 不知其君 是其左右 这个君是君王 这个国君 rule of a country 那么是一个国家的这个统治者 是其左右 左右就是他左右的人 身边的人 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们觉得 你们看看谁能翻译一下 试一试 没关系的 如果你翻译错了 也没关系的 爱永德 这个应该是 就是 不知道 他这个人 是要看他的友谊 不知道的 是不认识的那个君王 要看他的 是人民 看他左右的人 对好 看他左右 对 左右的人 不一定是人民 是他旁边的这些 辅助他的大臣和官员 好了 所以你看 我第一次认识你们 我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我看看你的朋友 我就知道了 我们经常说 这个 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 人以类聚 所以 好的 性格 相像的人 经常会在一起 那些 坏人 经常也会聚在一起 所以假如我们不了解 那个人 我就会看他的朋友 就知道了 如果不了解这个国君 看他身边的人 也就了解了 好吗 所以我如果 我不不了解 我不不了解 比如说 现在这个 特朗普或者习近平 我看看他身边的这些官员 我就知道 到底这个 统治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这个总统 这个 这些人 好 那么这是荀子的一句话 好的 其的第一个用法 我们刚刚已经说完了 有没有什么问题 先停一停 有没有问题 所以其可以怎么翻译 翻译成现代汉语 可以怎么翻译 其 其 我们可以说什么 那个 那个 对 还有呢 他 对不对 还有呢 他的 他的 那么这是其的 前面的第一些用法 第一个用法 这个 代词 下面我们看看 其的第二大类的用法 这个 副词的用法 我们一起来看看 那么副词的时候 要注意 这个 其一般是在一个句子 或者在一个分句 一个class的前面 在句首 句子的前面 那么他表示两种语气 两个不同的tone 两种语气 第一个呢 是猜测 guessing 你可以翻译成 也许大概 有一种呢 是这个 反问 反问的语气 难道 怎么 我们看一些具体的例子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第九个句子 在你们的课本的 第十一到第十二页 如有正 虽不无以 无其语 文之 这是论语里面的 孔子的一句话 如果 有正是 政治方面的事情 虽然 不无以 无是我 不用我的意见 这个以是用的意思 不以无 不用我的意见 无其语文之 你看这里的其 很难翻译成他 这里前面有个我 对不对 这里怎么还他呢 或者是他的呢 很难这样说 所以无其这里的其 是一种语气词 一个猜测的语气 大概 表示大概 好了 我虽然 虽然他没有用我的意见 但是我大概 还是能够参与 文是听说 对不对 听文 语呢 是参与 所以参与 并且可以听说 这件事情 得知这件事情 他这些正事 这些正事 所以孔子 这里应该要谈一谈 孔子的这个 政治的思想 那么孔子就认为 我们学了那么多知识 我们应该要为国家服务 要为国家 宪策 要为国家去想办法 怎么统治好 管理好我们的国家 所以这样的思想 我们把它叫做 入室的思想 入室就是我们要积极参与政治 美国的年轻人积极参与政治吗 你是入室的思想 还是出室呢 我不爱谈政治 我是出室的思想 你呢 我看到很多美国的年轻人 都比较入室 很关心政治 很乐于参与政治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孔子的一个思想 他对政治 他说 虽然现在有一些政治的事情 他们不用我的意见 不用我的主张 他们不喜欢我的意见 但是我还是希望 能够参与这些事情 而且能够得知 这些政治的事情 这是他的一个说法 所以这是一种入室的思想 这里的旗是表示大概 我大概还是能这样 我也许还是能这样 然后还有第十个句子 也是论语的里面的一个句子 有始有足者 你们有没有听过 在汉语里面 中文里面有一个这个词 有始有终 听过吗 我们的父母经常这样教育我们 做事情要有始有终 始是什么 开始 终是什么 结束 有开始就要结束 也就要做下去 所以这里的族是这个中的过去的词语 族是结束 所以有开始 也有结束者的人 有始有终的人 你觉得容易做到吗 你能够做每件事情都能够 一直做到最后把它完成吗 你可以这样吗 每件事情 你可以这样吗 我是不行了 我经常不行 我有时候我连看电视剧 看电影我也不行 我没有耐心 你看我就跳过去 跳过去 看到最后 好了 所以每件事情都能够做到 有始有终 很难的 孔子说很难 他说 其为圣人乎 这里的其不是他的 而是大概 大概的意思 你看放在句子的最前面 对不对 大概只有 这里的为是只有 圣人 圣人 圣人就是那些 像saint 这里他翻译wiseman wiseman 这个saint 圣人 只有圣人才能做到了 这不是我们一般的人能做到的 所以他也鼓励 鼓励那些学生 他说 希望你们能够做事情能够有始有终 但是如果你做不到每件事情都有始有终 那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人不是完美的 圣人才能做到这个 我们只是普通人而已 他是这样安慰他的学生 好 看得懂吗 这句话 好的 好了 我们刚刚看了这个 其的第二种用法 对不对 这个大概也许的意思 下面我们看一看 试一试看看 你能不能翻译这个句子 你能不能看懂这个句子 我们先来读一读 这是韩语里面的诗说 谈的是老师 老师 那么这里有一个圣人的圣 还记得吗 圣人 他说 经之众人 众人就是我们的普通人 现在的普通人 旗下圣人 看看这里的旗是什么意思 你们想一想 下是一个比较的句子 不如 比不上圣人 一远 一远 这个离圣人 远得很 我们普通人 离这个圣人 远得很 而 耻 学于诗 耻呢 这是一个羞耻的意思 以什么为羞耻 be shame of doing something 所以 我们离圣人很远 但是我们还不想跟老师学习 事故 因为这个原因 圣 亦圣 圣人 就更加 是圣人 愚亦亦 愚蠢的人 就更加愚蠢 圣人 之所以为圣 愚人 之所以为愚 其皆出于此乎 这里的 其又是什么意思呢 接就是都的意思 都 出于就是 因为 这个呢 因为这个呢 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读一读 然后我请一位同学 看看能不能试一试翻译 很难没有关系 错就错 没关系的 你们先想想 我在上课的时候 如果我说的太快 你们有问题可以发 发一个chat 发一个信息给若曦 他可以给你们回答问题 所以假如你们需要他的帮助 可以随时跟他联系 怎么样 谁来试一试 翻译一下这个句子变成现代汉语就可以了 或者你也可以用英文来解释 也可以 谁愿意试一下 都不敢试吗 林斌可以吗 没关系啊 错就错 没关系的 可以 意思就是 现在 现在的人 跟 相人 很 很不一样 有很大的 很 很不一样 对 唱远 对不对 所以 一个老师 是 like disgraceful 觉得 他们的学生 不尊重老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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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n I haven't gotten to the second part yet 好 没关系 好 第一句可以 好 后面呢 第二句呢 哦 第一句这个旗呢 你们觉得这个旗是什么意思 是他们的意思 对 他们很好 他们 好 然后后面呢 谁可以翻译后面的部分 可以来 愚洋 嗯 所以 因为这样 圣人更圣 愚蠢的人更愚蠢 是吧 对 后面呢 后面 圣人之所以为 嗯 就是说 这个有一点难 我看一下 嗯 圣人之所以是圣人 愚蠢的人之所以是愚蠢的人 其接触于此乎 最后一句话你可以 稍微猜一猜他的意思吗 嗯 所以他是问一个问题 他说 他们 都 为什么 是圣 还有 权 嗯 有什么原因 我不知道 不太清楚 那我大概可以 猜到他的意思了 你看 他说 现在的众人啊 现在的人啊 他们离圣人远着呢 这么远 就是他们 他们没有圣人那么好啊 但是他们还不愿意学习 他们还以向老师学习为耻 他们还不愿意向老师学习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圣人就更 更是圣人更聪明 愚蠢的人就更愚蠢 然后圣人之所以可以那么聪明 愚蠢的人之所以这么笨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所以 诗说这里就是鼓励大家 老师的重要性啊 要跟老师学习 不然就离这个聪明啊 越来越远了 行吗 那么这是韩语的 诗说里面的句子 所以第一个棋是他们 第一个棋 这个是他们 他们离圣人远得很 最后一个棋呢 你看在句子的最前面 然后后面这个接触于此 是一些谓语 所以这里呢 是大概的意思 大概是这个原因 好 最后一个用法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用法 棋 也是用在句子的前面 句子的开头部分 但这一次这个语气 是一个 Retorical 是一个反问的语气 所以是表示 比如说这个难道啊 怎么这样的意思 好 孟子里面谈到孔子 孟子是儒家思想的一个代表者 他非常推崇孔子的儒家思想 他在这里他引用了孔子的话 但是他把孔子叫做仲尼 众尼曰 实际上就是孔子说 始作俑者 其无后乎 这也是 为其向人而用之也 如之和其始 思明机而死也 这句话 很复杂 那么到现代汉语呢 我们经常会用这一个 始作俑者 这是来自于这句话的 始作俑者 就是那些 开始不良风气的人 就是开始 做一件不好的事情 而影响到后面的人 继续做不好事情的 这些人 我们把它叫做始作俑者 是一个贬义词 有没有同学去过西安 看过兵马俑 兵马俑 大概知道了 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兵马俑就是这个俑 在过去呢 中国这个皇帝 有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 他有个什么习惯 他死的时候 他会让人跟着他一起死 让活人陪着他死 这个我们叫做陪葬 葬就是这个葬里的葬 这个葬陪葬陪着一起死 所以一开始发明创造出 让人陪着一起死的那个人 孔子很讨厌他 你们会讨厌这样的做法吗 我们当然讨厌对不对 让活人陪着皇帝死 那是多坏的事情啊 所以他很生气 他说开始这种坏风气的人 其无后乎 他难道就没有子孙吗 没有后代吗 这里是这个也许 他说也许就没有子孙了吧 是一个反问句 就是说这么坏的人 他一定 我们中文里面有一句话 叫做绝子绝孙 一定没有后代了 这么坏的人 他以后死了也不会有人可怜他 所以他很讨厌这样的人 开始这种坏风气的人 以后一定没有后代 他难道就不会 他也许就不会有后代了 好然后这里后面这句话 他说因为 因为这个其向人 因为这个勇 这个勇很向人 所以我们就 我们就用他来陪葬 因为他们很向人 所以我们用他陪葬 这样的做法是很坏的 这个用人陪葬的做法 是很坏的 好如知 如果这样 我们都不那样做 我们也觉得很坏 那么这里孔子对皇帝说 何其使私民饥而死也 那为什么这些官员 还有这些皇帝 还会愿意让人民饥饿而死呢 这里的私是这些的意思 这些 所以整句话呢 这句话很难 看起来很难 他的意思就说呢 有些人他们 让别人陪着皇帝死 这样的做法很坏 对人民很不好 那么这样的做法 我们已经不能接受了 难道我们就会接受 我们让人民饥饿而死的 这样的做法吗 他这里是一个对比 进行一个对比 来说明他不想 我们不应该让人民饥饿 我们应该要保证人民 保证他们的温饱 不要让他们因为这个 而去世而死 所以这里的旗呢 这两个旗 一个是这个 这里 第一个是你看一个问句 所以是一个反问 难道他们就没有子孙后代吗 如果有子孙后代 一定会看不起 他们的这样的做法 好 然后呢 因为他 这些 这个为 就是因为的为 然后他 就是他的意思 这个旗 然后后面更重要的是 这个句子 也是一个问句 所以这里的旗呢 何旗 难道 怎么 那么这里也是一个 反问的用法 好 那么要记住 在这些问句的前面 如果有一个旗 那么这里的旗 一般都是一个反问的语气 难道怎么 是这样的意思 好 那么这是旗的第二个大用法 是表示副词 用在句子的最前面 有两种语气 第一个呢 是大概也许猜测的语气 第二个是这种反问 难道怎么 这样的意思 好 有没有问题 好的 那么我们 你听我说了很久 下面的时间呢 我们试一下 做练习看看 看你们的课本 看你们的课本 13页 13页 我们只看前面4个句子 因为第5和第6个 都是比较现代汉语的 所以我们 我们不看那两个句子 我们就做前面4个句子 正面我给你们分组 跟你们同学一起讨论一下 看看这个旗是什么意思 然后试一下翻译这个句子 好吗 旗的意思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看 看看能不能猜出来 我给你们分三个组 我们一起来看练习一 不在其位 不谋其正 这里就是 这个旗呢 是那个的意思 所以 他讲的是政治方面的 位是职位 这个谋是参与 或者是做 这个政治方面的事情 正是正事 所以他谈的是政治 每个人有自己的职位 有自己的责任 responsibility 所以如果你不在那个职位 就不要多事 不要去参与 那个职位的正事 好吗 那么这是第一个句子 意思就是说 你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就好了 不要去管别人的事 那不是你的事 所以不在其位 不在那个职位 不要参与那件事情 好吗 好 再看 用英文就是 not your business 对不对 好 下一个 下一个 名曰爱之 其实害之 这个要简单一点 哪位同学可以翻译一下 李凯兴 就是 你 对他 表现爱 但是 你其实 在伤害他 对好的 名义上 表明 在表面上 名义上 好像说爱他 但这样做 其就是这样 这样做 实际上是害了他 这样做实际上是害了他 好 好 第三个句子呢 这是中文里面经常用到的一个句子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你们以后可以记住他 这是英文一个 也一个惯用语 我们一会再看看怎么翻译 好 吉就是就是 以就是用 用其人之道 还记得这个道吗 方法 还制 还就是 就是一个 还给他 还给他什么东西呢 这是一个坏的 智是对付 对付 其人之身 谁可以翻译一下这句话 看看你能不能猜到他的意思 谁可以试一试 鱼洋 我试一试吧 听得到吗 听得到 听得到 OK 好的 所以 使用其他人的方法 要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最后这个身体的意思 我不知道 这个之身 还不清楚 所以这里的 其是什么呢 其 就是 那个人 对 那个方法的人 是吧 对 好 所以用那个人的方法 那个人是这样对你 你就用那个人的方法 反过来 对付在那个人的身上 OK 明白 我的翻译 是 the way they treat you 帮你 it for tat 对吗 对 对 这是 a golden rule 对 这个 什么 以牙还牙 对不对 用那个人的方法 反过来 对付在他的身上 好吗 好的 其人 记住 这句话 中国人经常说的 你们以后可以用 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身 好 下一个 第四个 其事后者 其爆美 其愿大者 其获胜 第一个 其是什么意思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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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给 给别人 很多的人 他的回报 会怎么样 他的reward 会怎么样 会很好 你经常帮助别人 服务别人 你 别人会 给你 很好的回报 但是你常常会 给别人很多 仇怨的人 让别人 让别人 生气的人 那些 那些 有很多 仇怨的人 他的回报 是什么 也是别人 对他的 仇怨 还有 祸害 所以 别人 别人 就会害 他 所以 你对别人 好 别人 就对 你好 你对 别人 坏 别人 就会 害 你 这是 怀 男子 这句话的意思 那么这一个 旗呢 第一个旗是 那些 然后旗报呢 是他们的 回报 好了 那么今天我们看的是 这个旗的用法 旗的用法并不复杂 那么一个 还记得吗 我们复习一下 有两个 有两个主要的用法 第一个 可以怎么翻译 翻译成现代汉语 可以怎么翻译 代词 对不对 是什么 他 他的 那些 那个 好 第二个用法呢 是一个副词 Ever 对不对 是大概 也许 或者是反问句 难道 好的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 这个旗的用法 我们下节课呢 我们再会复习一下旗的用法 顺便看看旗的那个故事 你们也可以先看一看哈 在15页的 你可以回去先准备一下 是这个 伯乐 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 伯乐十马 你们回去可以看看第15页的 这个杂说四 这篇文章 讲的是千里马 好 行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我们星期四再见 下课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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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